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先进篇第十三节 民子思策,言言如也,子路行行如也,然有子宫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 平时呢,民子,子路,然有子宫等等吧 孔子的这些学生弟子,或者朋友,或者是志同道合者 那么,在孔子做事,比如说讲学,讲课,做其他的事情 那么,这些人都在旁边搭一把手,思策,思也就是帮助的意思,帮手 只不过,这个地方加了个单理人,和那个没有单理人,思是一样的 就是,是拔持的意思,帮着拔持,帮着,这个,做 策呢,就是中心的两边四周,称之为策 那么,就是在孔子,以孔子为主嘛 讲课也好,讲学也好,讲道理也好 那么,他们都在旁边,这个,搭一把手,帮助,搬桌子,凳子,椅子 给人倒水,倒茶,这个,别人有什么疑问不懂的,帮着解释 甚至于有什么问题,搜集上来,等等吧 就像我们今天开堂,开堂讲座一样,开课讲座一样 那么,总有些工作要做,那么这帮人就在旁边帮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孔子发现了 这个名字呢,言言如也 言之什么意思,就是照着书本,照着竹简子 照着东西读,不改变 就是,上面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读 像有些人,别人给准备了这个书稿 这个书稿准备的文字有错误,他也就那么读出来了 结果成了笑话,其实这都不是笑话 他就是体现了这种人的一种性格 言言如也 这个如呢,我们分享过,就是死的时候没有假定有 称之为如 那么,就像读书,照着书本读一样,他也不动脑子 你看这书本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读 啊,就怎么说呢,就照葫芦花瓢啊 就明显的是抄袭的,就是 自己也没弄明白,照搬而来 有错误,也就错误的,说,叫炎炎如也 照着书本读嘛,那一样,这是民子 那么子路呢,行行如也,何为行呢 就是路上走 这也是,冲冲茫茫的赶路,走路 走路的时候,也不用什么心思 也是不心思,就和人走路一样啊,走路在旁边 也是,慣例了,那么 机械性的动作,也不是说 走路嘛,走路就是腿左右交替向前嘛 胳膊来回摆动嘛 那么就是一个戒性的动作 就是说,走路呢,也是 都惯了,形成了一种习惯 逻辑思维固定下来了 就是和走路一样啊,就是 怎么说呢 和炎炎如也一样啊 固定下来了,不动脑子了 你反正 刀作业就胃口吃的 你反正有那么个差事做着就是了 那么人有子宫呢 这两个人什么,侃侃如也 这两个不倒不是 这两个怎么,那不是说 不动脑子 看起来呢,也像动脑子一样 砍,砍是什么 人那个嘴里的画像河里的水一样 源源不断的流出来 称之为砍,砍砍 哎呦,那就是更是了 哎呦,道理没说他懂得多的 哎,嗯,就像我们今天一些学这个,学那个的,哎,想明白人生道理,哎,但是呢,也去学,学了以后他动脑子,不仅是说,呃,这个经典上怎么说的,他就怎么认为,哎,也不是说,呃,人家怎么说的,他就怎么认为是真的,啊,接受 那么这前面,他呢,看看是他,好像是,嗯,发我发挥了 嗯,也进行展开,哎,这个,没有我,我,啊,就是没有自己,哎,那找不到嘛,啊,没有,就是,所以就可以乱来,哎,嗯,好坏,一样,如一,嗯,好坏,没有好,没有坏,哎,嗯,叫他讲,头头是道,那为什么没有好,没有坏呢,怎么会没有好,没有坏呢,哎,啊,头头是道,讲到最后的经论就是,做行善,做恶,是一样的,哎,死了,死了, 一了,百了,哎,你可以胡作为为,哎,激起大家这种,不计后果,只图眼前的这种,嗯,贪欲自私的这个,呵呵,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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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哎,嗯,也是远远不断,今天,叫什么叫佛游子也好,什么游子也好,哎呀,那个道理,简直是,那转过去,实际上呢,自己也不知道讲了点什么东西,你反正就说,哦哦哦,看起来,好像是很明白, 很懂,哎,这就是孔子这子弟啊,哈哈,嗯,孔子呢,乐,哈哈,高兴,哎,确实呢,无奈,就像我一样,哈哈,也笑,也乐,啊,也高兴,无奈,哎,叫什么,苦笑,所以孔子呢,苦笑,哎,都看透了,什么人,什么样子,是怎么回事,都知道,是不是真明白,是不是真接受, 什么是真相性,是不是愿意拿着真理真相去指导自己的人生,哎,那都,嗯,在孔子的眼里,一览无余啊,你想装也装不住啊,你怎么会装住啊,就我们就是学论语,一按孔子讲话所作所为,已经,实际上,体会到了,孔子在这些东西,一眼一行,一个小怒子, 哪怕能个小眼一转,哎,哈哈,小一巴一翘,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呢,孔子也,饿了,所谓的乐,哎,别人看着是乐啊,实际上内心呢,苦笑,哎,这,哎,怎么说呢,这个,无奈嘛,哎,你,你,分享了以后,也就这个样子,哎,你,嗯,也确实是一件乐, 但是呢,无奈的乐,当然了,不一定真的去苦乐啊,就就就就苦笑啊,有苦啊,就是说,无奈,哈哈,觉得很好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很可悲,怎么说的呢,哎,这乐了也说了,若有也,若是什么呢,如,如,如,你没有假定有,那没有假定有,那,哈哈,有个后果, 若是如之果,所以有,呀,如果,就是若,若就是如果,那么这是自演变而来嘛,哎,就是若,就是像,如果嘛,啊,假定的意思嘛,就是,也就是像的意思,像也就是,怎么说呢,不,不是那么一事,但是有类似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假定有,那么就像有嘛,啊,就是像的意思,若,在这里, 油,油是什么,田里长出植物,哎,庄稼,树木,啊,这就长出来的,若有也,就像田里头的那个,田爷爷里头,土地上也好,长出来的植物,呀,这些人呢,就像的植物,啊,不得其死,其死人, 这个,得,就是,朴获猎物为得,就是收获到嘛,叫收吃到了,人在滚滚红色当中,就是收把吃到了,哎,就成之为得到了,哎,哎,后来转变成概念上,啊,这是,是谁的,哎,大家这么认为,啊,就是说他得到了,实际上,你得不得到的东西还在那,拿在手里头,你也弄不到哪里去,你也弄不到自己真正的那个鬼神,自己的真正的,哎呀,自己那里头去, 还是在外面,你啊,饶八十啦,就是掉到了,那一种假象,那么在这呢,就是指概念上的,不得其死,其,就是指人,死,我们说嘛,就是,归神脱离入身,哎,不再操控入身了,什么都不动了,入身,什么都不动了,啊,心不动,心不跳,肺不吸,肺不呼吸,鼻子不闻,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不动,哎,肢体也不动了,正之为死,啊,这就是,死掉了嘛, 那为什么死掉了,死掉了是怎么回事呢,燃,燃是什么,我们说就烤肉,烤肉呢,就是,那也有,讲究大家,不能烤一边,一边糊了,一边不熟,哎,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究竟怎么烤,那么有一个城市,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燃呢,就指着,叫,我们叫,现在的话叫,所以燃,为什么这么烤,哎,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就不知道,为什么死, 死,啊,是怎么回事,就是,哎呀,这些孩子,哈哈,像那,土里生长出来的,植物,也有鬼神,也有灵,他不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前一节里头,孔子将未知生,延之死,那么,在死,他肯定跟弟子,也讨论了很多, 实际上呢,孔子也就笑一下,就这么样子,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死呢,就像呢,天地里头长出来的植物,植物也是有灵性的,但是他不会像人一样,会去考虑,生死于鬼神,好,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大家。